歡迎收看週末黑手檔 本來上次Y軸改完之後 我們接著就要來改我們的X軸 結果我們發現了很嚴重的問題 像我這些零件啊 那個軸承做的板子都做好了 因為當初買的時候 就螺桿三個都買這種 這個大小的螺米 結果我的軸承做都做好 準備要來做螺母做的時候 發現它會塞不進去我們X軸裡面的縫隙 所以我又只好在叫新的螺桿 最近才到我這次買的是 這個沒有頭的滾珠螺母 我們再來拆開看看要怎麼改鬆這個上去 好啦 我們把這個拆下來的 你看它這個才這麼高而已 結果這個螺母超大的 所以我們裝上去整個就高太多了 所以我就只能換成 換成這種沒有頭的 讓這個高度才會差不多 再做個螺母做把它固定起來 這樣應該空間就可以比較好運用了 然後我們就來做螺母做跟配件 這樣我們的材料已經切下來了 這樣我們先來處理六面 那像這個比較大的 因為我面洗刀洗可能要洗很多次 我到時候用車床扯 但是我這四面還是要先用洗床處理起來 那這個剛好洗床一次就可以掃過去 所以用面洗刀跑就好了 來開始處理六面吧 這個比較合適就是 好 if我可以在家裡 頭心裡 我可以抓到 要不要動 就能不要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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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